今次介紹這隻 登登 Hello 大家好 又是TWICE TV的BRIANNO 本具堂的深水平差時間 繼續跟大家介紹COBE 因為發覺上次零色機的反應 好像比平時多了少少觀眾看 不知為何 所以繼續做一些飛機 或者一些可能是比較出名的自演機 今次介紹這隻 登登 沒錯 就是他了 德國二戰時間Junkers JU87 這隻G型 這個厲害了 當時在東線Eastern Fund那邊 其實令到俄羅斯的地面部隊 是聞風喪膽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架是一架苦衝轟炸機的型號 它的樣子零色不同 看起來你覺得它是重型很多 再加上就是 你看到 其實連輪胎也接不到 但又加了一些保護裝甲 其實就是 整個機器比較重 最重要的是這兩枝 看到這兩枝 這兩枝 這兩個彈褲 這兩枝機關炮 基本上可以有能力 擊毀一些地面上的裝甲部隊 甚至踏車 所以這個當時是一個地面支援的空軍飛機 或者陸軍飛機 是一個挺有效的 對付當時的東線的敵人 即蘇聯 但是後期因為 德軍的空戰優勢 即空中優勢少了 所以這些輪胎的空軍飛機 以及它的速度 無論是保護性 其實都不太好 於是後期就比較少用 變成了點心 但是戰機服役 其實戰爭結束 仍然是有服役的 當然後期也有些 德軍的名戰機 例如是FW190 我們之後看看整個產品的細節 說到盒子 要先看看 沒錯 盒子只有300隻 一個人 號碼是5700 好 看看後面 盒子滿意的 盒子夠硬 你喜歡儲存盒子 都很耐用 不會潮濕 潮屏 因為其實它的紙是一些 卡紙來的 再看看說明書 說明書就是這樣 當然它也會介紹飛機的 H... 抱歉 是BF110C BF110C 還有這架 Light 0 P38L 其實我也有組裝了 希望可以介紹 這架是比較大的 好了 說明書裡面 它很有趣 由引擎開始組裝 也是最開心的部分 設定引擎很可愛 好像自己在建一部 飛機架 很有趣 機翼的設計 你一邊組裝 你都會感受到 其實它們的認真程度 和誠意 因為它組裝完之後 始終是有很多塊積木造成 其實它會考慮結構性 安全 即是夠不夠實 夠不夠穩 這個都很欣賞它們 可以做到 當然呢 美感上 外觀上 所以它們基本上 都會做很多特殊件 或者叫專用件 就是翼的那些 這些 所以非常好 正面看 沒有差池 後面 有些光線 很奇怪 但拍出來很清 正面 大家都不會反對 還原飛機的基本形態 積木 比較弱 就是下半部 當然它可以設計 做多一層 但飛機就厚 了很多 設計方面又複雜了 基本上這樣就夠了 那一隻輪圓 那輪圓 就動不了 沒有降低 升起 但這兩支炮 真的很厲害 很多戰機都沒有 尺碼 其實跟一般的戰機 是大一點 但不會大很多 同樣都是雙座位 但分別就是 它只有一個人 就是機師 這支炮 以往是沒有自動 所以應該一定有 副駕駛員 就負責 攻擊後面 來追擊它們的戰機 因為它的主要 其實是對地攻擊 以及轟炸 也沒有 所以這個戰機的 特點就是兩個人 同樣 開箱給大家看 要小心開箱 因為這支炮 是扣著的 所以這支炮 要小心一點 但也不用太小心 這個比較有趣 有一個 它給我們的 軟軟的天線 就是這個 一樣 這個 機艙蓋 其實是做得不錯的 其實都是 軟軟的 但應該是ABS 但黑的聲音有點像 軟軟的 機艙內的支架 也是一樣 也是透明的 如果你要加強 就自己有 都像是專門為這款機 現在我還沒看過 它出過 日本的 98式 或者97式 的 攻擊機 即是轟炸機 這支架 可能有機會 可能不共用 但它暫時還未出 所以暫時都是為了這支架 看看人仔 先 拿開 這個機艙很棒 有個像是瞄準器的 可以看的 看得到呢 好了 這樣看機艙比較清楚 有人仔 一樣有 椅子 操縱桿 在這裡 後面座位 暫時沒有人坐 後面座位 也有椅子 其實你 買多一個人仔 你可以放進去 沒有偷雞 我自己喜歡 Coby 就是 它們的 出產產品 比較合乎 比例 最低限度 就是 你 好像 一般職務 人仔的大小 那它就 擠得下飛機 又不用 撕了身 下半身 另外呢 又不會太大的 其實 如果你說 用人仔的角度看 其實就應該是 叫做 比例 所以玩 玩得開心 不會說 裝了一隻怪物 這個 我覺得 是他們做得 比較好的地方 真的 如果有些雙座位戰機 我就沒有 H111 就賣了 斷貨 不然 我可以看看 是不是真的 H11是否雙座位 即是 打橫兩個一層坐 為什麼是上下 我忘記了 但是 這個 Coby做得到 就是合格有餘 就是 真是放得多人 拿出來 拿走 也坐得多 兩個座位 兩個座位 還有 飛機的比例 變成像樣子 機翼呢 因為它是曲折翼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它是屈曲的 那些角度 其實它是很好的 就是你組裝的時候 就沒有什麼難度 你不用擔心 就是那些角度做得不漂亮 因為它其實是固定了一些位置 其實一放下去 這兩支 其實一拍 其實它就會 一搭下來 它就會頂住 頂住 之後就會 一聲 鋸翼呢 扣定了之後 就不會飛到頂上 就要倒下來 就是可以保持 那當然啦 積木我發覺 其實你玩的 都是會有一些 耗損或者老化的 所以這些位置 扣得不穩 其實慢慢會鬆的 那當然 你不要用這個機器 摺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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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能會鬆一點 還有 留意一下機頭 機頭我這個很喜歡 除了這個 動得過螺旋掌 看到嗎 這些就是戰績的揮號 即是打了一輛坦塔車 還有這個沙魚頭 其實是機器的排氣口 很棒的 那這一款 你發覺它也會跟回 G型是一邊有個入風位 我叫入風位 我都不肯定 還有這些排氣口 這邊也有戰績標記 不用擔心這些不用花你時間 這些大哥的時間去唸 如果有看開的節目 就知道 其實全部的DECO 只要是小的 全部都幫你印 但是 這一次連這個也不用印 即是不用唸 可能是不需要唸 其實不是 因為剛剛有一塊四方形 剛剛 弄了一個十字塊 上次組裝零色機的圓形 紅色圓點 就要自己黏 反而這個就好像不需要 對 不需要摸到 那 旁邊 那些編隊的簡寫 這些 這個要唸 摸到 這個是貼紙來的 要唸 這個也不用唸 其實很少做 基本上就是唸 這個 軍輝 還有這個 S7 這個字 其餘就沒有貼紙唸 所以 其實幾開心 沒有說 這副翼也是可以接的 就是反的 這樣就很好玩 當然 你說 尾翼的副翼呢 Sorry 就不能用的 對了 尾翼的那些 有齊齊 有一定有個Stand 還有飛機機型 再處理 其實這次都是這樣 還有Stand也要自己組裝的 那我示範一下 刮上去是怎樣 就是這樣 大概的高度是這樣的 就是斜度 好了 這架也是德軍的名剪機 其實我沒有記錯 第一款的花是有點不同的 很短時間就賣完 現在這個已經是第二款 好 即是同類機型 我不知道是否正確是87G 好 今集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介紹 簡單單 花牌手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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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